Hello 大家好 今個星期Gadget Live就很精彩了 昨晚大家都在看Sony相機的發佈會 其實在發佈會之前大家都有猜 今次一定是相機 因為在CS之前就出了Sony相機產品 最後就是一支鏡頭 有些失敗了 不是失敗了 應該有些東西可以收起來 幸好不是收久 收了一個多星期 昨晚正式這個主角就出現了 就是一部新的相機 其實在發佈會之前 雖然今次也是一個網上的發佈會 但也有一張Imitation Card放在網上 Imitation Card的Slogan就是 有一個一字的 我們就在猜 究竟會不會是A93 還是它說到這樣 會是一個新的號碼的機 未來的相機 因為說到好像一個 應該未出現過的型號 應該不是一些後計機 即是一些續號碼的機 應該有新的 所以昨晚一開股 真的 是一個全新號碼的 一個Alpha相機 就叫做Alpha 1 或者我們叫做A1 A1 會同一個電視撞 是撞的 如果你搜尋Sony A1 走出不同的東西 撞了 因為A1都在電視那邊 就沒有用的了 現在是A8 A9 所以A9都撞了 我們要A1算了 這個無所謂 為什麼這部機很厲害呢 其實昨晚看完的發佈會 都真是嘩嘩聲的 因為 規格真是 以相機來說 真是很強的 過去在 如果在A9 Mark II 已經是旗艦的機 其實A9 Mark II 就是針對一個比較 要求一個 攝影速度 快拍 可能針對一些體育運動 或者一些記者 他們要 掌握那個很準的畫面 就有一個快拍 其實兩年前 是不是兩年 應該大概兩年 多一點點 大概兩年 兩年的時候 那時候做到20片 其實已經很驚為天人 很快 真的很夠用 因為其實 如果你有試過A9 Mark II 即連打20片 這樣出 基本上都中 還有 感覺是跟拍片沒有分別的 因為通常我們拍片 電影一秒都用24架 就可以做到20架 基本上很準的 但問題就是A9 Mark II的解像度 只有2400架 因為當年如果你不做小一點的感應 又要大解像度 又要這麼高速連拍 根本不要說SD卡寫不及 根本整部機的處理器 其實處理不了那麼多數據 所以Bottolet就在那個 也是設計的 設計的 處理器上面 經過兩年的發展 這個Bottolet就解決了 所以這次A1就是5000萬像素 再加30fps 1秒30張 是的 其實解決了兩個問題 還有就是 其實它將過去Sony整個Alpha的佈局 就是 其實你是針對某一類人 用某一類機的 譬如說 A92就是 針對高速 它拍Sport 好了 去到 我要高解像度的 或者Studio用的 就去到 這個 A7R4 好了 當你去到我要拍片 又或者是我要在Studio裡面 做一些低缸的 我便會轉換去A7S3 雷文入門的就是A7S4 A7S3 A7S3 未出A7S4 A7S3 A7S3 所以它的定位 就很清楚 每一級 針對什麼用途 但今次A1 真的把所有東西 都落在一部機裡面 最強最強最強 我還要有DarkK拍片 是的 接著也都有在Studio裡面 譬如我要馬上傳到FTP 或者是經WiFi走 或者是馬上連回公司的Studio 譬如我要馬上在大螢幕上做Preview 這些東西 就 所有東西 過去是分在不同的機構出現的 有些功能原來在A7S3裡有的 有些功能原來在A92裡有的 有些在A7R4裡有的 有些在A7R4裡有的 今次所有這些功能 都在同一部機裡面 真的最強 目前 肯定是Alpha系列最強的 不要說Alpha系列 我想整個無反 如果你看回去年尾 Canon出的R5 其實這部機大部份的位置 都 無論像素 連拍速度 8K拍片 可以拍攝的時間 都比R5為之強 個人價錢也有些分別 價錢也有些分別 其實真的很厲害 你想一下 五千萬像素 一秒三十 因為是三十 現在大家平常用的 都是拍片的4K 三十 五千萬像素 三十 你不停連拍的話 就是等於這條片 對 有時拍4K 或者可能我們都是拍三十片 你想一下 就算他現在用8K拍片 其實都是三十片 你拍照 等於拍攝8K拍片 8K三十的流暢度 所以我想他應該和A92之間 在處理器 因為這次是雙版X 他在處理速度 如何從感光元件 然後採取畫面 之後再處理 再記錄 我想應該都加強了不少 即是今次用了Pulse XR的處理器 其實這個處理器不是今次第一次用的 上次是A7S3 反而上次是A7S3 是第一次用的 是 你會看到 用了這個處理器之後 其實整部機的數據處理量 是大了很多 那麼 A7S3的低桿 你會看到它的 noise 的reduction 做得很快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用了這顆新處理器 他就可以寫到新的menu 即是新的操作系統 就是新的處理器 大家都期待已久 終於不是反人類操作之類的 是的 去年你會看到 A7S3出現過A7C A7S3就會換到新介面 有些人問 為什麼接著用之前的OS 其實就是Processor 因為A7C不是用這顆新的處理器 所以它不能用到這套新的OS 但今次A1就可以用到這套新的介面 就會有Touch Screen的觸屏操作 另外整個menu的排列法不同了 沒有以前那種 按到天荒地狗都未按 那是真的要花點時間才可以很順暢地操作 對 不過也有些有趣的東西 這部機究竟外觀上 其實上次如果出了A7S3 A7S3轉了一個反螢幕 即是旁邊反螢幕 其實大家會覺得 Sony終於做回一個正常的反螢幕 即是大家用到真反螢幕 拍片很有用 但你會留意今次A1是用回之前的上下揭的網 就是沒有用那個反螢幕 我覺得在一個這麼專業 這麼旗艦 都是給一些很專業的人去用 對於反螢幕的要求 可能在他的工作上 不可以真的這麼大 即是如果他要反螢幕 我可能覺得他會用另一些器材 去拍攝 多於用這部 即是可能用相機裡面的反螢幕功能 都會是 因為我自己看 如果我用到A1這麼專業的機 這麼專業的機 這麼貴的機 其實我都未必會用他的螢幕 去螢幕相片 或者螢幕相片 很多時候去到這些情況 都會外置螢幕去做 還有很多時候 現在很流行 例如你出去拍片 通常都會落相機框架 即是落相機框架 如果你用相機框架 而你的螢幕是旁邊反出來 其實就很阻礙 因為你要有空間給他轉 反出來還要轉 免得你那邊 如果你落相機框架 其實那個框架是落不到的 會有些限制 還有大家 譬如這麼快的機 1秒30張 可能運動攝影師會比較 我認為很多運動攝影師都很想去使用這個機 例如連拍也沒有blackout 是的 本身對焦點也夠多 沒有blackout 上次A92也沒有 但這次也有幾個突破位 大家之前沒有相機做到的位置 這部和A92都是電子快門 在這麼高速連拍的時候 過去的電子快門 是做不到閃燈同步的 升不到的 是的 但是這次可以 是的 所以他都覺得突破 好像說電子快門速度 閃燈同步速度好像有提高 閃燈同步可以支持 是的 上限提高了 對 上限提高了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對焦 對焦每秒之前是每秒60次的 就是A92 今次每秒120次 基本上都很誇張 很難脫掉 759點 93個 Millfinder 93% Millfinder的%是不是雙球員 但他們的點數多了 多了一百多點 A969 A9693 是的 再強了一點 反而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就是今次 他那個 AF 除了對人的左右眼 上次我記得可以 抹左眼有眼 接著動物 可以選擇動物和人 今次再加多了 雀鳥的眼部隊 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聽起來是很神的 因為其實 我未實際試過 香港未有機 如果你想想 我打著 那隻雀鳥在飛的時候 那隻雀鳥的眼 其實很小 但我們又打得中了 的時候 我想打 打一邊 打著那一班 因為這個功能 我覺得他們會很重 我有分享 因為我以前也有拍掌 因為拍掌要投資很多器材 很多時候他們退出 但我覺得如果有這個 Bird IA New Time IA For Birth 這個功能 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拍掌 可能拍一些煙輝照 大家通常都會拍一些打橫的 打橫的煙輝照 你知道雀鳥飛得很快 尤其是 當你拍黑念皮奧 黑念皮奧那些可能是比較慢的 就是體型大 比較慢 但是你拍一些慢琴 或者一些小的雀鳥的時候 它飛的速度是很快的 通常我們拍攝就會 一天拍煙輝照 或者捕捉它一些 下水前 可能捉魚 或者捉任何東西 上水前 捉完再上水的動作 如果真的沒有這個 Bird IA F這個功能 其實對焦可能你會 真的會有力 過去都沒有 只是對它的身 通常可能你會拍到 如果你的技術夠好的 可能頭頸那些位置就會比較 還有Tai Phi 一隻隻飛過的時候 你捉它中關也很難 不要說要中眼 這個是傻人生巧的 但是你要拍攝這些 你可能有時候真的要有機會 對一隻影 新任務 新任務 真的有機會 當然技術好的朋友 就應該較少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譬如你不僅是拍攝側面飛 正面飛都拍得很一樣 其實拍正面飛過來的難度 比你拍攝側面飛 正面飛它高速 你的對焦 你又要預測它的飛行路線 如果你不靠這個Bird IA F的功能 基本上你可能拍幾百張才有十多二十張 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一張照片 是鷹那張照片 看看吧 看看吧 那張照片 都是挺適合它 很突顯它這個功能 就是它單車 譬如你 可能它那條 下斜是一個S彎 就算你捕捉到那個單車的走向 但是你有時 因為單車快 下山 公路車 下山十快 七八十 很快 你一定要靠你的AF 一定可以靠你的IAF 去做一個很準確的對照 加上連拍三十張 其實拍攝這一類照 我相信會比以往更容易 即是你成功率會增加了 成功率增加了 成功率增加了 因為有些情況 你不能回頭 是這樣的 你那個人錄了三就沒有了 你錯過了 錯過了就錯過了 所以在這些情況 無論是運動也好 又或者是舞台表演 因為舞台表演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是跳舞 或者是一些 速度都會很快 而且舞台表演很多時候 你配合燈光 這張就是原相 現在大家的畫面 昨天記者發佈會 都是用這張照做示範 其實這張照片 你這張是不是Walk Auto 可不可以放大 這張Walk Auto 是100%的 其實你看到 五千萬像素 因為這張照片 隻鷹不是站定給你認的 他應該看他的樣子 應該是下水的 下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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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雖然那個速度 叫做放慢 但都是快的 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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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一刻 一秒都沒有 其實那一刻很快 你看到 張照片快之餘 其實那些羽毛 那些 仍然都 相當之利 你看到今次的照片 不會說因為速度快 而好像A92 他犧牲了那個 像素 你看到 他頭後面那一位的羽毛 都是有 層次都幾出 對 相當之厲害 這部機 我覺得是 只要你有一個功能 即是你中的 我想都會考慮 升級這一部 如果我拍照的 我 中了 即是你拍照的 那個 Plat IAF 我 我實在 給錢的 反正那一班 都是燒人家 燒多五萬 你想一下 是啊 真的 你不單是這麼穿 你拍照的 真的喜歡拍的生肚物 是啊 我現在看的 這隻狼 那張照片 其實放大100塊的照片 你看到 高崗位 其實那些細節都很緊 是的 如果你純粹要 護理 如果你純粹想要高解像 其實A7R4 都可以 但是你在移動中的高解像 就沒有了 即是你考慮 我又要快 又要動的 那就是A1 我純粹要高解像 而在靜態攝影 其實A7R4 都會有它的市場 在這裡 是 那接著就是 說過拍片 拍片 拍片都不能講的了 那 拍片給大家看 拍片很厲害 是 拍片很厲害 是 拍片很厲害 其實如果同價錢 就算不買8K 可能我買一些 專門針對拍片的 例如RAD那些機 都是差不多價錢 是 六萬元左右 但我買一部RAD拍6K 和A1拍8K 分別未必很大 是 你專門用來拍片 那部RAD會針對拍片更多 是 沒錯 那選擇是有的 老實說 尤其是 當你去到電影製作 他們的考慮 會有不同 但是如果你說一部相機 其實這個8K的意義 我覺得就是 真是解決了之前Canon相機的問題 其實拍機那個 散熱的問題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是的 是的 即是它又 其實它又沒有很盡默在 怎樣說那個散熱 其實它的散熱前 P7S3的情況一樣 我只是看到一個糖酥出來 即是它會用一個金屬框夾 包住CMOS 然後把熱力由CMOS前端 散到後面 U型的包住機身 那散熱後面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你的LED 即LCD panel 背脊的位置 用那個位置做散熱 因為那個位置是面積最大 而是沒有按鈕在後面的位置 所以它是有做到這件事 是的 所以真的想到如果有機 真的有事 拍拍機可以拍多久 是的 8K30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4K120 4K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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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它說的規格 up to 30分鐘 即是究竟實際上 會不會是十多分鐘 那部機會說你過散熱 這個真的要試了才知道 但我相信最低限度 起碼你可以用的時間 是會比CANON長 是的 這個30分鐘應該是它 即是在某個環境下 可能20多度 然後又不知如何 幾多濕度去做 是的 但這部影片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即是如果你一部機過 這樣做 當然就說之前很多 8K的製作影片都可以出來了 但應該就不是一格相機 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且你相機 即是可能你買得去做8K 或者你已經是一個 真的專業製作的團隊 可能8K 即是8K maincam 未必是真的會去的 是的 但你B-roll 你想一下 可能這部機和A9差不多大 上鏡之後 我用Stabilizer的靈活性 可能會比較好 都未定的 是的 還有其實它有一件事都很好 就是5.8K oversample 和它4K 嗯 那你拍4K的時候 其實那些細節一定是會 即是比普通4K更多 它裡面的訊息量是會更多的 這個就強的 即是說真的 即是8K 我覺得真的會製作8K的人不多 但是製作4K的用戶 其實已經很多 尤其是商業輸影 是不是都先拍了4K 起碼還會有Clock 是 還有它這次有個Cinelic的Lock 是不是這樣做呢 不太記得 總之它在FX 不知道FX8還是FX9 上面有的Lock的設定 那它這次在這部機器裡都可以用到 其實就是說什麼 即是你平時可能用過 因為Sony那些機器 你可能要補器材 嗯 你又要Synchronize一些Lock 這樣 令到之後後期調色 製作的時候 可以卡通是一致的 嗯 減少你的處理時間 是的 是的 那它就多一個選擇 那到時候 還有你剛才 就是 我們影片裡面 其實剛才也看到了 它有一個 Handhill的 就是Handhill的那個 拍攝的穩定度 是加強了的 是的 那可能有時候你知道 可能拍攝 因為它這次拍片 它這次拍片 它那個五級防震 拍片都可以用到 是的 Active Mode Active Mode Image Stabilization 那些東西 之前就是 拍照用到 但是這次拍片 拍照也用到 這個也是 很重要的 是的 那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叫做 S Cine Tone 之前是在FX6 和一些 Cine Marized的機器上面 才可以用到 是的 那個 Cover 是的 如果你說換不換這部機器呢 我覺得 如果你是用相機 搵食的 使用者 或者是一些 freelance的 拍攝 其實你換了之後 可能你 做工作方便了 或者是很多外國 或者是很多外國 其實可能是他們拍一些 一些 去賣給一些 電視台 或者是一些 做串流的節目 等等 這些 那些 這班我覺得 就不能走 即是都 值得投資的 雖然說貴 但是 如果你說 普通的使用者 當然 這部機器現在公佈的價錢 是 六四九九美金 大約五萬元左右 如果以相機 應該這部 都是偏 五萬元 貴的 一個機 其他牌子的頂級都差不多大 好頂級 RM也是三萬多 如果 1DX那些 那些 那些 1DX也是 你是要有 那個需要的人 他 他是會 不介意職換的 所以我要保持一個 最新的 身體 即是你找食的那些 這部 我自己覺得 這部也會是 但是 自己個人用的 其實就未必需要用到 一部機器齊齊所有的 你可以考慮 我是不是經常這麼多 經常會去很高速拍攝 如果不是 可能我會選擇A7O4 又或者是 我拍片多 或者我喜歡 自然光的 我會玩A7S3 即都還可以選擇 是的 剛才都說 我就覺得那句 如果我喜歡拍照 拍照就中了 你又沒有第二部 你只有這部可以選擇 這個時刻 是 我會覺得是 是的 即是 可能你本身 都已經有 一堆鏡 除非他下放 即是已經投資了一堆鏡 這樣 那 我又不覺得 我又不覺得 他會這麼快下放這個功能 來下面的機器 即是 如果他排序 出完這部 接著都是A7O4 或者是A93 我也不知 還會不會有A93 或者再更遲 都不明白 現在他這樣出發 變成A9那條線 你要 切一些東西 做分 對 會不會有A9 可能A9停了 對 真的 不知道 又或者是 可能A9 做一些三萬多元的機器 是 Alpha系列 轉個CPU 是 因為 舊的 都用了一段 多長的時間 嗯 這樣 究竟他 接下來下一部 轉哪一部 先 是 即是會不會一轉 轉到A74 還是 那我真的不知道 上面那兩部 即是A7R 和A9 先 對 還有現在看到 Anti-Distortion Sutter 真的很有用 還有Faker 3 譬如 這些Demo的環境 是很充分 可以表現到 新機的優勢 譬如 可能 當我們 東京外人還會舉行 這樣算 其實那一班 攝影師可能 真的會在 那裏 可以充分利用到這部新機 去拍一些 比以前更好的相片 其一 其二 如果我是拍一些 生態攝影 即是 我賣相片給Lesson-Graphic 那那班攝影師 都中了 很多 是啊 不過 譬如當 體育攝影 拍完真的要 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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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公司 是啊 這次其實這部機 和之前 B93 或者A7S 即是他們有一些 FTP的功能 其實這部都有 是 過去講FTP功能 大家未必覺得很有用 但其實 用途是很好的 原因就是 你一拍完照 你可以透過網絡 如果你有WiFi 又或者是 4G手機 share WiFi 立即全張 上載 公司的FTP 其實很有用 但過去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用手機 WiFi share 4G 始終都是很慢 第一個慢就是4G 本身 但其實最大問題就是 手機和相機中間的WiFi 過去是極之極之慢的 是的 今次A1都改良了這兩個部分 首先就是 它的WiFi 相機裡面的WiFi 就是MIMO的AC 5G 理論上 在5G裡面 會有兩個channel 會走得順座 是的 如果你說 我是在Studio裡面用的 甚至乎 你可以插Lens 如果你說 我真的在街上用 今次就 有個好東西 這個理由你講 有個好東西 是的 有很好的東西 結果 好像變成了一部相機的配件 是的 但本身是一部手機 在一年前已經公佈的 一部叫Xperia Pro的手機 一年前那時候 亦都表明了 Xperia 1 Mark II 和Xperia 1 Mark II 和Xperia 1 Mark II 5G Mark 1是4G 我也不太記得 Mark II才是5G 總之一年前 大半年 是One more分 是的 他們的One more分 對 說一部 就是Pro的手機 這部手機 其實是 算是 re-design過的 雖然 跟Xperia 1 Mark II 很相似 整個機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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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低解質的材料 整 機框四邊的天線 也是重新設計 以及支援MM Wave MM Wave 雖然的特性是傳輸距離短 但速度高 用量大 对于我刚才说拍五千万大 可能是几千张照片的情况下 用MMWave 去送相片回到其他地方 会比你Under 5G 16 上快 我用这个手机直接把相片离开 其实有两个方法 现在大家看看画面 相机和手机中间有两条线连结 那两条线是USB Type-C 另外一条是Micro HDMI HDMI有什么用途呢 其实它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当屏幕用 你当是一个大屏幕 第二个做法就是当你HDMI 进入手机里面的时候 手机里面是有Capture的功能 Capture之后就可以做一些video的直播 例如你手机里面安装YouTube 或者是安装Facebook的直播 那就直接可以在这里做直播 即是或者一些 third party的 即是Multi Platform 做直播的软件 透过HDMI 其实就是把相机的影像直接交流 变成video的形式 走出去 如果是USB的部分 就是用FDP连线 用FDP的方式走 挺好的 我这条线是什么的 我这条线是Atomos 好像是 是啊 好笑的 好正的 好笑的 整个东西就很吸引 但是电话也不便宜 要$2500美金 差不多$20000港元 那便宜 那么便宜 一般便宜 便宜 还有你看到 它的天市是四天线 在相机的四周围 都会有讯息 其实它的相机 还在买点 有一个 在说是 在台上的一个软件 可以去看看 到底 信号 哪个方位 强弱 是的 譬如你 正面或側面强 透过相机的摆位 令信号更强 传输速度会更快 收得更好 挺特别的 整个包装很专业 昨天你看了整个包装 当然价钱也相当专业 下楼都7万多元 还有手机香港未知是否回到 香港未知 可能看我们的网站也知道 日本会卖 有日本价钱 日本应该是unlock的 就是unlock sim 看看会不会有水货不好 真的会回到 2万元一部5G电话 普通用户的角度就很重 香港一班玩机的朋友 也很舍得玩 所以出现的话是不出奇的 有人买也不出奇的 当然也要看看 HDMI进入这一刻真是正的 不是开玩笑 尤其是你整天拍片那班人 你想想想 这部Xperia Pro 4K OLED 4K OLED屏幕 多谢你 多谢美玻璃 多谢美玻璃 你想想你买相机用的 都几千元 HDR 都几千元 基本上是很贵的 很贵的 刚才我们未开始这个节目之前 都有跟同事说过 会不会有6万的功能 当它Ninja 当它Ninja用 真的不知道 虽然我觉得也有可能 但应该 你买了大容量的SD卡 放进去 不用了 这部512G 够了 我Ninja 我买了SSD插进去 都是512 足够的 但是看看会不会 真的会有这个功能 可以开放给大家用 但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可以的 Jush 真的不知道 估计真的不知道 是吧 我们很难说的 真的很难说 这个 什么Capture 即是扯到它均匀 如果这样6、4K 是干的 电很快干的 是啊 还有部机真的 不停的 部机会很软 是的 真的 真的 之前不是讲笑 我们这个屏幕是打电话的 打电话的屏幕 打电话的屏幕 不是一个电话 有一个屏幕的功能 所以今次整个配套 你见 Sony走的位置 其实真的再高一个层次 再专业了一个层次 不再针对体育记者的范畴 只是很多影视制作的 而你又要很有机动性的那一班影视制作 是的 这个配套就中了 我觉得基本上 已经完全符合了所有层面的人 是的 即是你要在Studio工作 是的 是的 这部机是竞在真是一部机 如果我 可能 有些人会是 之前他有几部Sony机 真的不同 我有A7S 我有A9 有很多是这样的 即是开工 这部是可以一部全齐 一部全齐 你说它是贵 是的 但其实它等于你一开二 一开1.5 因为你A9也有35,000 加多一部A7S 又有2万多 加多一部电话 是的 那其实一部全齐 但问题是我有两部Body 或者三部Body 它们各自的功能 我不可以merge 即是我仍然都是因应 因应它之前的布局 我要有不同的机 即是可能有些情况之下 可能有些事情要压外做 是的 但真的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是的 我答应了人做个outdoor job 我要做个很大的偏勾 还有这部机 今次都有16张照片 重叠像素的功能 是的 重叠了之后 因为它5,000万 重叠了是 又是1亿5,000万像素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之前A7R4有的玩法 是的 那这部也有的 是的 这个靠Sensor移动 是的 16张 是的 上少少那格 上少少 红色格子 是的 Pixel Shift Pixel Shift 支持A7R4有的 那这次做完之后 就 16张了 16张 那你乘回出来 就是 是 算数 不行 要找到 199M 哈哈 要找个 是的 它是 199M的像素 这个 这个 測策 不是最高 最高 最高 A7R4 因为A7R4 是6,000万成上去的 这个是5,000万 小一点 但是也夸张 如果你是做了很大的 output 的相片的时候 那这个 又吃了HR4 吃光了 基本上 那么多部相片 它吃光了 所以我们要一 是的 新时代的一 新时代的一 是的 如果大家 香港问假 今早 其实Sony香港都做了第二个产品的发布会 那是对喇叭 那对喇叭就没什么特别 那问过香港Sony 过年前都未必会有的 这部相机 不会这么快 香港假如发布的 所以 大家终于心水过去年才算 是的 也好 不要这么说 如果有奥运的话 都仍有6个月的 是啊 但是有没有奥运也好 对喇叭 说奥运是 今天好像看news 还在说 还在说 会假如 但是究竟 然后怎么发展 还有很多个月 还有大半年 即半年 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搞得到 那批应该都 没酒鸡要用 没酒鸡 没酒鸡 有job在身的都没酒鸡 不要说奥运 有钱的话都没酒鸡 是的 但是五万元 有job的 我们有读者说是入门鸡 是的 在我们的Facebook 入门鸡 我的读者的水平相当之高 那可能他们拍开12K 或者更加高 是的 你对比一些超级专业的 是的 因为拍片 真的拍片机 一部相机五万多元 真的是入门鸡 如果以拍片计 Bag Magic 是的 Bag Magic Facebook Facebook 都全部过六位数 对的 真的入门鸡 入门鸡 方便的 如果每次抬起台机出去 就算你有几个机会 是的 刚才我说过 例如有些Active Mode拍摄 可能拍B-Roll 会灵活一点 是的 希望有机会 就是 我们有机会 玩一下 但是我也想玩 是的 到时候 到时候再跟大家 说一下 或者试一下 看看 究竟实际上 表现 是不是好像他 官方所说的 那么厉害 是的 今天就差不多了 是的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是的 那就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再见 其实下个星期 我估计下个星期 都有些特别东西 可以跟大家说 有些预告 有些预告 可以的 有些 电脑那些 是的 电脑那些 电脑真的很多 是的 很多 因为最近 可能有些人问 会不会买Notebook 其实Notebook 这个月 真的是转个位 嗯 嗯 因为十代换十一代 另外 另外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先说一下意见 我们 拍照可能不够 可能又不够效用 怎会 是 有没有人 A1可否对应HSS闪灯 他说看SPEC不觉 真的不觉的 是的 HSS都应该 真的要 真的不觉的 真的要进一步资料才行 是的 我怀疑他真的要 是否要够 某些灯才能 可以 开到 那个 电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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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要试 或者 那个 四百分一 我忘记了 四百分一 是的 四百分一的 是的 我相信 未必是每一支闪灯 Sony旗下的原装灯 未必是每一支 这个真的要试 会突然有出支灯 通常都是这样的 昨晚有没有说的 但是不知道 会不会到时出的时候 指定某一支灯灯 这个 这个不知道 是的 昨晚也没有交代的 这个是事实 是的 昨晚 说起昨晚 其实 昨晚本来 就想着 就是看完那张 Invertation那张 那张 想到究竟行为 即不是出劲机 是出一部 都劲的 但是出一部 可能是一些complex size full frame 因为之前有一些news 说过 即Sony 会考虑出一部 用曲面sensor的 是的 即RX1 这样的size 方factor的器 但是用曲面sensor 但是结果又没有 我想曲面sensor 可能过多下一代 技术上都比较 早的较难掌握一些 这个也是随着大家 就是news 或是romance 去了解的 是的 很多时候romance 某些architecture的专利 其实可能是很多年之后 可能是三多年之后 才放在product上 是 所以如果你去年或前几个月 看到的romance 未必在upcoming那一部 那一代的机会出现 都是的 可能在下一代的机会出现 都是的 而且现在出alpha1 就是它都再强调一次 就是onebound就可以 超高街又有 entry level又有 有大量镜头群support 那刚才我说的曲面sensor 就是它其实 为什么要开发曲面sensor 就是因为会 要令到相片 就是边缘的质素 就是大家拉好一些 还有可以将镜头的光学设计 再简化一些 就是重新设计过了镜头 我想那些厂 那你必须重新的 那些厂可能不必须更快 可能我不用下下买GM镜 才能做到四角角sharp 都或者是 现在需要GM镜 才可以四角角sharp 然后又是钱 钱 所以那些35mm 其实那架有良心 那架饅頭 ok的 饅頭 又不是很大支 但是价钱又好 質素又好 是的 好 那真的来到这里了 今天先来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聊 好 拜拜